今天呢,分享一个特别好吃的米糕 首先准备80克白糖 再加入400克开水 搅拌融化之后,放凉备用 糖水放凉之后,我们加入4克酵母 先搅拌至这里溶解 我们加入400克大米粉,也就是粘米粉 再加入200克木薯淀粉 加木薯淀粉口感会非常的劲道扣弹 搅拌到这种粘稠的糊状 再盖上盖子,发酵至两倍大 我们发酵到这样就可以了 体积明显变大,身边有密密麻麻的气泡 用筷子搅拌一下,排下气体 准备一些比较浅的纸杯 里面倒入1⁴的米糊 然后给它盖上盖子,饧泡20分钟 发好之后,我们撒上几粒黑芝麻点缀一下 再开水上锅,大火蒸35分钟 蒸好之后呢,我们关火煤5分钟 直接撕开上面的杯子就可以脱模了 杯子里面我们可以刷上一点油防粘 非常非常的柔软 火管松软,劲道,有嚼劲 吃起来非常的好吃 做法呢,也非常的简单 喜欢的话就试一下吧